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75天 彻底得自由 23岁的山姆·莫里斯是个激进的无神论者 他与敌对宗教信仰的人士交往甚密 某天晚上他上网浏览时 偶然发现一个关于启发课程的广告 且上课地点离他家很近 开课那天他来到我们教会 心里想着 我一定要扳倒几个不可理喻的基督徒 但是当山姆开始认识耶稣其人 以及他的教导后 令他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 启发课程结束后 山姆在调查问卷中写下这句话 我发现耶稣的魅力难以抵挡 我从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变成一个拥有巨大盼望的人 从前我不关心真理 而现在我就活在真理之中 这就好比枷锁被卸掉 彻底得自由 三个月后 山姆受洗了 他说 我已经完全从过去的生活中被解放了 过去我是很多事物的奴隶 我是社会的奴隶 同伴的奴隶 但现在 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看到神为我预备的一切 我很兴奋 救赎代表得自由 山姆就经历到了耶稣基督赐给她的自由 十篇三十四篇 十一到二十二节 自由生活 你是否正面临生活的挑战 是财务 人际关系 健康 家庭 出了问题吗 本诗篇充满了对那些多有苦难之人的指引和奇妙应许 作为神的孩子 你的生命应当反映出你所拥有的新自由 使徒彼得引用了本诗篇 让我们明白基督徒应当怎样生活 彼得引用大魏的话 呼召我们过公义的生活 他还指明这样做的原因 因你们是为此蒙招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像行恶的人变脸 耶和华拯救 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 让你得自由的是神 我们的神拯救看顾我们 随时垂听我们的祷告 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当我们大声呼求时 耶和华就听见了 并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 我总是将正在经历的挑战 写在圣经空白处 这样 每当我回顾过往岁月 便能清楚看见 神是如何拯救我 脱离这一切患难的 这激励我不断向神大声呼求 神并没有说 一人不会经历苦难 他的承诺是 当我们遇到苦难时 他定要施行拯救 环境越是艰难 神就越发亲近我们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当你历经艰难时 并不一定能感觉到 神离你很近 但事实上 神分分秒秒都不离开你 神为每一个奴隶付了赎价 为了让他们得自由 神允许说 那些投靠他的人 将不被定罪 通过基督 你就拥有了神的义 因此 你可以被列入 一人之列 主啊 我感谢你 每当我大声呼喊你 你就垂听我的呼求 让我得释放 今天 请帮助我禁止舌头 说出恶言 坚持行善 并寻求和睦 请帮助我 不以恶报恶 以辱还辱 凡以祝福宽待他人 感谢主 因为基督释放我 是为了让我 过一个自由的生活 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 一章 五十七到八十节 莫想你拥有的自由 神的子民正遭受来自罗马帝国的高压统治 百姓感到被黑暗和死亡包围 他们渴望有一个人能带领以色列 让他脱离一切痛苦 悲伤 得到自由 以色列人速来期盼这位应许之王 将一切归回本位 他们等了好几个世纪 撒加利亚是施洗约翰的父亲 他无法说话达九个月之久 这可能象征以色列长达四百年 没有先知预言的沉默时期即将结束 当撒加利亚口开了 舌头也舒展了时 他就被圣灵充满 并说预言 世纪约翰降生是件值得庆祝的大喜事 约翰将给人们带来无限喜乐和盼望 当撒加利亚写下他的名字是约翰 这几个字时 大家都感到很惊奇 更大的惊喜发生了 撒加利亚的口开了 舌头舒展了 开始说话赞美神 约翰这个名字也表达了神的赐福 他的含义是 耶和华是位慷慨的施语者 当圣经描述施洗约翰时说 有主与他同在 要不断祈求神与你本人 你的家人和团契同在 这是非常重要的祷告 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 预言救恩即将到来 他说 神将救恩的大能安放在我们之中 施洗约翰要将救恩 这个让人最得赦免的礼物 带到他自己的民中 撒加利亚看到神即将拯救他的百姓 但这个预言 远非神要在政治上帮助以色列人 这么简单 一件意义更深远 更重大的事即将发生 这件事将实现旧约中 所有伟大的应许 它包括救赎 从仇敌手中拯救 以及罪得赦免 救赎是通过平安的道路 在这首称颂救赎的诗歌中 撒加利亚将耶稣要赐给我们的 众多自由一一列举出来 从恐惧中被释放 自由自在服侍神 拥有自由成为圣洁 拥有自由成为义人 从死亡中被释放 主啊 感谢你拯救我脱离罪的奴役 感谢你已向我显明你的仁慈 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 让我脱离死亡和恐惧 感谢你释放了我 让我可以自由服侍你 请在今天就帮助我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侍奉你 并引我走上你的平安之路 愿你将手放在我身上 旧约圣经 民述记 四章第一节到五章第十节 不要将这自由视作理所当然 你是否参与教会的服侍 你是个奉献者 还是个消费者 神以为你安排了任务和职责 本段经文预表了教会 教会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 在歌侠 格顺和米拉利的子孙中 凡年龄介于三十至五十岁的人 都来参与侍奉 神给每个人分派了具体任务 正如今天神在教会中 给我们分派了具体任务一样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服侍神以会墓 即神的居所为中心 而如今 神与他子民同住的方式 是通过基督的身体 我们被招的目的之一 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这也是我们经历神同在的重要方式 凡是神子民聚集的地方 我们便能经历到神的同在 本段经文还提醒我们 基督徒万万不能将得自由 视作理所当然 圣经不断强调 神是圣洁的 这意味着 神先要在你身上 做一件奇妙的事 然后你才能和神建立亲密关系 神提醒摩西 任何一种罪 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不忠于神的表现 无论男女 若犯了人所偿犯的罪 以致干犯耶和华 那人就有了罪 犯罪之人需要承认自己的罪 赔偿他人的损失 并献上赎罪祭 人不可能自己为自己赎罪 赎罪的工作 一定是由另外一方替我们做的 这就是耶稣走上十字架的原因 对赎罪祭 Atonement一词的一个简短定义是 Atonement 即神使你与他合一 罪这一障碍已经被耶稣挪去 我们可以说 我曾为奴 现在自由了 主啊 感谢你释放了我 让我能过上自由的生活 愿我永远不将这自由 视作理所当然 请帮助我使用这自由来服侍你 服侍他人 请帮助我以你所喜悦的方式 来履行我的职责 佩博的补充 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我曾多次见证神 是如何以非同寻常的爱 来支持患难之人度过难关的 一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我多么希望这句话是 一人不会有苦难 但圣经却说 一人多有苦难 这大地是因为人如果不经历艰难 就无法真正认识神是拯救者 也无法体会到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日子里 完全依靠他 今日金句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 孩子们啊 听我说 我要教导你们敬畏耶和华 若有人热爱生命 渴望长寿和幸福 就要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弃恶行善 竭力追求和睦 耶和华的眼睛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严惩作恶之人 从世上铲除他们 一人向耶和华呼叫 他就垂听 拯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他安慰悲痛欲绝的人 拯救心灵破碎的人 一人也会遭遇许多患难 但耶和华必拯救他 保全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恶人必遭恶报 与一人为敌的必被定罪 耶和华必救赎他的仆人 投靠他的人 必不被定罪 施洗者约翰出生 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 生下一个儿子 亲戚和邻居听见主向他大事怜悯 都和他一同欢乐 到了第八天 他们来给孩子行歌礼 想找他父亲的名字 给他取名叫撒加利亚 但伊丽莎白说 不 要叫他约翰 他们说 你们家族中没有人用这个名字 他们便向他父亲打手势 问他要给孩子起什么名字 撒加利亚就要了一块写字板 写上 他的名字叫约翰 大家看了都很惊奇 就在那时 撒加利亚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便开口赞美上帝 住在周围的人都很惧怕 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山区 听见的人都在想 这孩子将来会怎样的 因为主与他同在 撒加利亚的预言 孩子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 便预言说 主 以色列的上帝 当受称作 因他眷顾救赎了自己的子民 在他仆人大位的家族中 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大能的拯救者 正如他从亘古 借着他圣仙之门的口所说的 他要从朝底和一切恨我们之人手中拯救我们 他怜悯我们的祖先 执守自己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要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 使我们一生一世 在圣洁和公义中 坦然无惧地侍奉他 至于你 我的儿子啊 你将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走在主的前面 为他预备道路 使百姓因罪得赦免而明白救恩的真谛 由于上帝的怜悯 清晨的曙光必从高天普照我们 照亮那些生活在黑暗中和死亡阴影下的人 带领我们走平安的道路 那孩子渐渐长大 心灵强健 在向以色列人公开露面之前 一直住在旷野 民数纪第四章 哥侠子孙的职责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要按宗族和加系统计立位人中 哥侠子孙的人数 登记三十岁到五十岁 可在会幕私职的男子 他们在会幕里管理至圣之物 拔营出发的时候 亚伦父子们邀请会幕 解下圣索和至圣索之间的曼子 用它遮盖约柜 再在上面 一次盖上海狗皮和纯蓝色的布 然后穿上台约柜的横尬 要在摆放供饼的桌子上 铺一块蓝布 把盘 碟 杯和现酒用的瓶子 摆在上面 桌上要有供饼 这些东西上面要盖珠红色的布 再盖上海狗皮 然后穿上台桌子的横尬 要用蓝布 把灯台 灯盏 蜡解 蜡盘 和盛油的器皿全遮盖起来 再在上面盖上海狗皮 然后放在台架上 金香坛上面要盖蓝色布 再盖上海狗皮 穿上台金香坛的横尬 圣索里面一切器皿 都要用蓝色布包好 盖上海狗皮 放在台架上 要清除祭坛上的灰烬 铺上紫色布 然后把火顶 肉叉 铲 碗等祭坛的器具 放在上面 再盖上海狗皮 穿上台祭坛的横尬 拔营出发时 割侠的子孙 要等到亚伦父子们 把圣索和圣索的器具 都盖好后 才可以来台 他们负责 台这些会幕的器具 但不可触摸这些圣物 免得死亡 亚伦祭司的儿子 以利亚撒 负责管理整个会幕 及里面的灯油 香料 素剂 高油等一切物品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不要让割侠宗族 在立位人中灭绝 他们走进至圣之物 以前 亚伦父子们 要先进去 指派他们做什么 抬什么 以免他们死亡 他们不可 进去看圣物 一刻都不可 免得死亡 格顺子孙的职责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按宗族和加系 统计格顺子孙的人数 等计三十岁到五十岁 可在会幕私职的男子 以下是他们负责的事物 他们要抬圣幕的曼子 会幕 会幕顶盖 顶盖上的海狗皮 会幕门帘 围绕圣幕和祭坛的院子的围曼 院门门帘 绳索等器具 还负责其他相关事物 你们要把任务 分配给格顺的子孙 他们要遵照亚伦父子们的 分副私职 这是格顺宗族的人 在会幕里的职责 他们要按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他妈的分副私职 米拉利子孙的职责 你要按宗族和加系 统计米拉利子孙的人数 等计三十岁到五十岁 可在会幕私职的男子 他们在会幕里 负责抬圣幕的木板 横栓 柱子 带凹槽的底座 院子四周的柱子 及其带凹槽的底座 掘子 绳索 和其他相关器具 你们要把当台的物件 一一指派给他们 这是米拉利宗族的人 在会幕的职责 由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他妈监督 于是 摩西 亚伦和会众的首领 按宗族和加系 统计割下的子孙 登记了三十岁到五十岁 可在会幕私职的男子 共有两千七百五十人 这是各家宗族 在会幕私职的人数 是摩西和亚伦 照耶和华的 丰富统计的 按宗族和加系统计 革顾在会幕私职的 共两千六百三十人 这是革顺宗族 在会幕私职的人数 是摩西和亚伦 照耶和华的 丰富统计的 按宗族和加系统计 米拉利的子孙中 三十岁到五十岁 可在会幕私职的 共三千两百人 这是米拉利宗族的人数 是摩西和亚伦 照耶和华的 丰富统计的 摩西 亚伦 和以色列人的首领 按宗族和加系 统计了 立位人的人数 三十岁到五十岁 可私职 搬运会幕器具的 立位人 共八千五百八十人 照耶和华 对摩西的吩咐 每个人都被统计在内 都有指定的职责 和当台的器具 这样 照耶和华 对摩西的吩咐 人口统计完毕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 把所有混麻方病 漏症和因胖过 死尸而不洁净的人 无论男女 都送到营外 免得他们玷污了营地 因为我住在其中 以色列人 就照耶和华 对摩西的吩咐 把这些人送到营外 赔偿条例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把以下条例 告诉以色列人 无论男女 若损害别人 就是不忠于耶和华 就是犯罪 那人必须认罪 赔偿损失 并且必须加赔五分之一 如果受害人已死 有没有可以接受赔偿的 敬亲 赔偿就属于耶和华 要归祭祀所有 那人还要在线上 一只公民羊 为自己赎罪 以色列人带来奉献的 一切圣物 都要归祭祀所有 个人奉献的圣物 无论是什么 都要归祭祀所有 一切不争